这种草叫做台湾平坡草 过去叫做杂草 在水稻田里面很多 农夫很讨厌它 农夫要花人力去拔它 让它锄头去砍它 去镰刀去砍它 现在农夫不必担心了 因为这个杂草 已经被政府公告为 濒临绝种的职务 哇 台湾真的很厉害 杂草都可以给它濒临灭绝 哇 太厉害了 这种伟大的台湾经验 是怎么得到的 很简单 因为这种草 喜欢在这个水田里面 喜欢在湿地里面生长 最多的地方是桃园 桃园过去很多的湿地 后来客家人到那里 又开了很多湿地 很多水 这个水塘 所以就使得这个台湾平坡草 可以有更多的栖息环境 今天桃园是台湾第二大县 最大的机场在桃园 最大的shopping center shopping mall在桃园 这个工厂林立 学校很多 哇 你到 你在飞机上看的时候 靠近一高二高上面 那个水塘几乎都没有了 它的栖息环境没有了 现在政府要富裕台湾平坡草 我跟你讲 要富裕台湾 没有什么事情 比富裕台湾平坡草更简单 你只要给它一个小水塘 它长得跟风子一样 它觉得很容易长 很贱 我们说很贱 那么贱的草 为什么会搞到濒临绝肘 就是它的原生的环境 已经被人类全部抢走了 所以我在Oregon开车 这是我的车子 但是我要声明 路不是我撞死 是别人撞死 这个路在要从这边走到 马路的这边走到那边去的时候 被飞快的车子撞死 这种东西叫做road kill 在马路上被撞死的野生动物 在美国很多 在台湾找不到 因为没有野生动物可撞 但是你总会在马路上 高速公路上 你可以看到青蛙肝 老鼠肝 猫肝 蟑螂肝 这些东西要 过马路的时候就被压扁了 这个就是road kill 它们也叫road kill 只是它们不是野生动物 你如果到阳明山去就知道 阳明山有很多鸟 在你车子开快的时候 把鸟撞到 我有一次在南部开车 突然有一个东西 砰 过来就被我撞 我才开40公里 那个鸟我在搞不清楚状况 脑震荡 我也不知道它到哪里去 就这样给撞死 假如一条马路上面的road kill 的种类越多 数量越大 就表示这条马路 对于野生动物 栖息地的切割的效应 就越严重 它会把那个鹿 这条马路把 把这个森林切成两半 把这个鹿的家切成两半 所以它从左边到右边去 到右边到左边来 它都要冒很大的风险 那怎么办呢 以为我们可以在这个 这个鹿的上面 在马路上面架一个天桥 让这个鹿过去 不过你要教它怎么过去才是 美国有这么做 你到纽洛西去 我等一下会给你看 荷兰人怎么做 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 马路的下面呢 哇 寒洞 寒馆 做一个寒馆 不要花什么钱 什么青蛙啊 什么蛇啊 都从下面走过去 就不必走到楼上来送死 这也是很好 我们并不是说人不要 人不要马路 要 我们要 但是我们要减少这个 栖息地切割的效应 如果是你是学土木工程人 你要学这个事情 因为很多我们学土木工程人 不知道 他们建的公路 他们建的高速铁路 他们建的什么东西 有这个栖息地切割的效应 最坏的状况 我们要把这条路给封掉 产业头上 这里的生物重要性 维持下去 我们可以再去找一条路来 或者可以把这路架高 对台湾的两条 最重要的高速公路 一高跟二高 就是中山高跟这个第二高 二高要好很多 二高是架起来 一高是在地上 以前我就听一个人讲过 蒋经果在问说 这个高速公路建好 是不是有人说 把台湾切成两半 就某个程度来讲 真的切了两半 所有的东西都过不去 非得可以过去 要走过去是走不过去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钱 我那时候就说 为什么我们不做高价 像瑞士一样 那工程人说 那要钱 台湾现在有钱 我们二高很多地方都架高了 下面可以通行无阻 你要有钱 你要有资金 当然你要有技术 这是我们看到 这叫拱坝 一个坝体 学土木的都知道 建一个水坝 非常的漂亮 看我们可以防洪 我们可以游气 你看在月夜之下 带着女的女朋友 在这边散步 哇 非常romantic 但是你没有想到 这是一把大刀 把这条河切成两半 所有的鱼虾螃蟹 冲下来以后再也回不去了 鲤鱼可以跳龙门 大概跳不回去 跳不上这么大的霸 那你要怎么办 你要建一个鱼梯 一个比较 坡度比较缓的 叫做鱼道或者鱼梯 在国外 你就可以让这个 这个鱼呢 鱼就可以 这个溯息而上 可以回到上游去 否则这条河实际上 变成两条河 所有东西可以下得去 回不来 你只有建了鱼梯以后 我们才能够 这条河还是一条河 在台湾是不能建的 因为那边如果建了鱼梯 大家都到那里去钓鱼了 把鱼都抓光了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东西 也要考虑我们的 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环境 樱花钩稳归 过去在大甲西 是非常的普遍 这是台湾的国宝鱼 可是现在 它的气息环境越缩越小 只有在武林的七家湾西 一条十来公里的 一个浅溪流里面生活 它的树木现在不到1000条 其中有 它有很多的原因 造成它的树木的稀少 那么其中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蓝沙坝 那边原来有七个蓝沙坝 上游的这个 这个樱花钩稳冲下去以后 它要回来怎么办 它要跳高蓝 跳七次 哇 跳 很累很累 那么现在 雪霸国家公园 已经炸了两座 希望这个能够 恢复它的 这个溪流的平缓 我们为什么要见蓝沙坝 原来是有好处的 因为台湾的 这个溪流非常的这个喘急 湍急 应该念湍急 然后我们的泥沙很快 它也就会冲到 上游的泥沙很快 冲到我们这个 中下游的这个水库里面去 这个水库的 淤沙的太快了 它的功能就不能 就不能发挥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溪流 就把它变成楼梯 这个泥沙从这边冲下来的时候 就会在这个地方等了 等一阵子 然后下一次有很大的 很大的能量来推动的时候 才能把这些泥沙 冲到下一个梯子去 所以蓝沙的蓝沙坝原 意思是要把这个沙石留住 暂时 留得更久一点 但是在建蓝沙坝的过程里面 我们没有考虑到其他 在这个溪流生命的需求 所以我们现在会造成 所谓的栖息地切割的效应 第二个让生物动样性 快速消失的就是 引进外来种 我们大家都喜欢 国来品 所以我们喜欢引进很多东西 我们想吃 想学法国人吃螺肉 我们引进一个东西叫做福寿螺 福寿螺进来以后 当时吃起来怕怕 味道不太Q 台湾人的口感觉得不好 所以很快的这个产业就崩溃了 所以他们就把福寿螺 引进的福寿螺到处丢 到现在他又能耐旱 这是他的卵块 又能耐旱 又能耐湿 所以他的繁殖力很强 适应力很高 所以现在北至宜兰 南至这个恒春 到处都是这个福寿螺 每一年要损失上亿的台币 他吃角白笋 吃水稻 秧苗 吃菱角 水生植物都吃了 那么我们每一年纳税也要花这么多钱 而且是无止无尽 我要付这个钱 你要付这个钱 到你的儿子孙子 世世代代都要来付这个钱 外来入侵种 第三个让生物多元性快速消失的是 这个资源的过度利用 比方说道伐 有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我们有木材用 但是有很多人去偷更贵宋的木材 这叫牛章 他有一种非常重要的 叫做牛章菇 叫做章枝 灵枝的枝 章枝 这个章枝 小的牛章是生不出章枝 他要很大的年龄 才能够在里面长出章枝 这个章枝听说也可以治肝病 他可以 听说可以治癌症 所以他是用两算 一两多少钱 一两多少钱 一两好像上万 我们讲几千块 上万 那么他只能长在那个地方 所以有些人为了要拿那个章枝 就把整个长了几百年 这个牛章就把它砍掉 为了要拿那一点章枝 所以这个是非常愚蠢的 因为你以后再也没有办法收获到 收获章枝 现在有一点比较聪明 他在树里面打一个洞 就跑进去把那个章枝拿出来 然后呢 下次等它长出来再去拿章枝 虽然我不觉得 这个东西这样做法是很好 但至少比把那个牛章全部砍掉 只能拿一点章枝要聪明得多了 烂猎 我到大五山去做调查的时候 十几年前 有一个猎人带了他的朋友来 乒乒乓乓一个晚上 把那个方圆两三宫里面 所有的飞鼠都打光了 第二天他吃这个大翅无鼠跟白面无鼠 还没吃肉 还有他的脸胖还挂在这里 两个人吃得很高兴 我问他打了几只 他打了十八只 我敢打那么多 你一次吃几只就吃两只 另外剩下的十六只 还不是摆在冰箱里面 一点也不鲜 我基本上不反对 你如果在山上 因为他不是保育类的动物 打一只打两只还好 反正一群 你有没有必要打十八只 这是支援的过度利用 你知道 你把这个方圆两三公里的 这个都打光了以后 你知道 可能要六个月 可能要一年 这里的松鼠的族群 才能够恢复旧关 这叫做支援的过度利用 我们还需要吃猴子肉吗 我们的肉还不够多吗 而且这是一只公猴 这个人被我们的福山分手的人抓到以后 你把他的猎具也没收了 把他的锅碗瓢盆没收了 把他的猎口也没收了 把他的棚子全部没收 也不能挽回这只猴王的生命 更糟糕的是台湾的猴子 是一个猴群 是一只公猴带着一些母猴 还有小猴子 大概十几只 二十只 有时候三十只 公猴死了以后 就是速倒猴顺散 大家都跑走了 我们原来那个福山有好几群猴子 每一群猴子有他固定 都是公猴子带着他们去吃东西 那这只公猴被打了以后 群龙无首 这些母猴子只好去加入其他的猴群 这造成别人家的家庭纠纷 因为那个公猴子要进去 我们当然看不到 你要知道这只公猴死掉 它影响是所有的猴群 可能是那边上百只的猴子 整个的这个社会结构 不要讲得太远 我们讲我们的水 我们是怎么运用我们的水 我们有没有过度使用我们的水 我们的水龙头现在还是 有没有用连棚头式 我们有没有省水的码头 我看到台湾现在所有的小学 都已经是连棚头 水式从连棚头下来的 可是大学没有这么做 你在宿舍里面用的是公家的水 你洗头的时候 有没有关上水 还是说